天色暗下来的时候 京城皇宫 秦政殿的大门依旧紧闭 蔡虫脚步匆匆而来 夜县 一天了都 门口的小太监如同见了救星 忙忙地接过去 低声说 涌上了吗 蔡虫低声问 小太监们摇头 蔡虫叹口气 推开门 店里没有点灯 浑黑一片 陛下 蔡虫忙大声地说 一面忙摆手 让小太监们点灯 灯逐一亮起来 正殿龙椅上端坐的人影 也变得清晰 奏章堆满了暗头 几乎挡住了气候的人 我的陛下呀 您这一天看了这么多 这可怎么受得了哦 蔡虫上前声音颤抖 端坐的皇帝 这才动了动身子 受不了一个瘦啊 他慢慢说道 陛下 等等明日也能看的呀 等 等不等 皇帝依旧慢慢说道 这世上的事 是等不等的 也不是能等的 他说着话 伸手又拿起一本奏章 彩虫扑通就跪下了 陛下 老奴知道 你心里难受 皇帝笑了 朕为什么要难受 该难受的 又不该是朕 他抬手 将一个奏章扔下来 奏章落在地上打开 借着旁边的灯 彩虫看到的 是长云城的褶子 请婚配县主 齐月娘的褶子 生计不能通眠 死 就何必通眩 皇帝慢慢说道 站起身来 菜虫俯身叩头 陛下 齐娘子 已经安葬了 大殿里 便又是一阵死静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才听到缓缓的脚步声 皇帝一步一步地走下来 向外而去 你们都听好了 朕记着 你们也替朕记着 朕一定要善待 恩氏宠氏 长云城 他不是 要建功立业 荣华富贵吗 他不是要 风风光光吗 朕就让他 荣华富贵 升官发财 步步高升 年年有功 碎碎有赏 让他好好地活着 风风光光地活着 心满济足地活着 大殿里 回荡着皇帝 清清冷冷的声音 殿门被拉开 又被拉上 因为用力过大 砰的巨响 吓得人心跳骤停 砰的一声响 让齐悦的心 突然一跳 那种窒息的感觉 再次铺天盖地而来 他下意识地 滑动手脚 头却被一物 重重地砸到 什么东西啊 他下意识地 抬手抓住 急救药箱 又是你 一阵头晕目眩 他再次昏睡过去 但砰的响声 又响起来了 齐悦的眼皮 不由跳了跳 这一次 窒息的感觉 没有了 耳边 有模模糊糊地 说话声 你干什么啊 毛手毛脚的 把你姐姐吵到了 怎么办 正在将毛巾 在水盆里 烫起的妇人 说道 刚进门的年轻人 吐吐舌头 妈 把一些朝景 不是正好 门又被推开了 一个胖乎乎的 护士走进来 伯母 来得这么早 小黄 你来了 黄姐 年轻人也笑着打招呼 黄护士笑着 拍了拍年轻人的胳膊 向床边走去 来 我看看小琪 今天怎么样了 她说着 韩笑从兜里 拿出小手电筒 站定在床边 床上的齐悦 睡得安静平和 面色如常 啊 躺得都长胖了 疼醒了 又该上头减肥了 黄护士摇头说道 这句话听起来很轻松 带着玩笑 但她的神情 却是低落的 说完这句话 又看了一眼 这平静的睡容 轻轻地叹口气 拿起小手电 一手扶上 齐悦的眼皮 强烈的光刺激 让齐悦有些不适 她不由想要避开 虽然她的意志里 是利索地摆头躲开 但实际上反映出来 只是头微微地动了动 几乎是让人 察觉不到的动 这种微小的动 人没有察觉 机器却察觉了 黄护士的手 停顿了下 她有些诧异 怎么了 齐母察觉了 问道 年轻人也紧张地站过来 不动声色地 扶住母亲的胳膊 万一要有什么事 齐悦 齐悦 黄护士看了眼仪器 又看床上的人 她不由拔高声音 齐悦 你听得到了是不是 啊 你听得到了是不是 你眼皮动一下 我是黄鹰 你听到了 给我眨眨眼 齐母身子一软 年轻人忙扶住 小黄 你 你说什么 她颤声地问 期望太久 失望太多 连一串 连一串侥幸 连一串侥幸 也不敢想了 突然听到这句话 她实在是 黄姐 黄鹰啊 和自己关系最好的护士 又是 又是在做梦了 又是在做梦了 齐悦 眨了眨眼 黄护士 猛地站起来 要说什么 又说不出来 她转身向外跑 因为慌张 撞到了 齐母 才端出来的水盆 噼里啪啦的声响 在病房里回荡 引得 病房外的人 都向内看 黄护士脚步未停 冲了出去 脑内专家门诊 在四楼 黄护士冲下来时 齐悦的父亲 刚送走一个病号 正和三个人说话 说个多少次了 来了就来了 不要拿东西 她说道 看着放在那 三人脚下的 大包小包 三个人穿着朴实 一看就是乡下来的 自家种的 自家种的 不值钱 其中一个年长者 腼腆地说 坐在那里 有些拘束 小齐大夫 是因为我们 不是因为你们 齐父打断她 摇头 相反 要不是你们 连夜抬着她下山 营救护车 抢下她一条命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 三个人更拘束了 手摸着膝盖 连连说当不得当不得 齐大夫 我们这次来 一是看望小齐大夫 二来 是谢谢齐大夫 你帮我们争取到的 合作资金 这对于我们基层医院来说 是很大的帮助啊 一个穿着好一点的 明显是个干部的男人 起身伸出双手 说道 真是太感谢了 齐大夫也忙起身 和他握了握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哦 对了 齐大夫 还有一件事情 前几天找到一件东西 是小齐大夫的吧 我们顺便送来了 齐父有些意外 对对 前几天我们相远直说 挖钩的时候找到的 其中的年轻人说道 忙从墙边扯过一个大口袋 打开 真是奇怪啊 就在齐大夫出事不远的地方 当时怎么没看到 爷弟弟扔了这么久 都快烂了 他说着话打开了 拿出一个破破烂烂的箱子 依稀可见 起上红十字的标志 哦 这个呀 齐父盲伸手拎过来 看着这药箱 是 是小月的 他这话刚说完 门外黄护士的喊声传进来 齐父有些惊讶 是有急诊吗 很少有这样 在楼道里大声喊他的了 三个人也知道 像齐大夫这样的专家 都很忙的 闻言很失去的站起来 齐大夫 你忙 我们去病房 看看小齐大夫就走了 干部说道 再次伸手 齐父和他握住 晃了晃 中午我安排 吃了饭再走 他说道 话音未落 门东的被黄鹰撞开了 齐大夫 齐月有反应了 黄鹰激动的说 一大群人从楼道里急匆匆地走过 电梯门打开 看到这么多人 那里几个人吓了一跳 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男人 看到齐父 微微低下头 我父 他喊道 齐父看了他一眼 摁了声 一旁的黄鹰看到他 则是拉下脸 扭过头 他们走出来 这边人急忙忙地进去 电梯门 须须须地关上 小月什么时候又反应了 就刚才 光反应 电梯门关上前 这句话传入年轻人的耳内 转过身就要走的他 猛地站住了 剑锋 同行的人不解地回头换他 年轻人呕了声 看着电梯上的数字 五 六 七 最终停在了八楼 那是脑内科的病房 脑内的大夫去脑内的病房 是很正常的 但是 剑锋 干什么呢 走了 前边的人不耐烦地喊道 那个 我先不去了 年轻人说道 我想起 有个病例 主任要看 我去拿下来 待会儿立会 嫁了给他 大家便白白手 先走了 年轻人 按下了电梯 启悦觉得 自己已经浮在水上了 他可以顺利地呼吸了 也没有那种 失重的 垂坠感 是怎么回事呢 他 这是怎么了 齐悦 齐悦 耳边的呼唤声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齐悦 听得到 眨眨眼 小月 小月 我是妈妈 听得到 动一下手指 姐 姐 你的巴西龟 被我养死了 齐悦忍不住想笑 这臭小子 他笑了 齐悦 弟弟大声地喊 大嗓门 盖过了屋子里 其他的声音 爸 爸 你看到没 他笑了 他又指着床上喊道 其父当然看到了 他的手 微微有些发抖 深吸一口气 请康大夫他们来吧 他说道 黄英应了声 转身向外跑去 门边站着的年轻人 忙闪到一边 转过身 听着黄英的脚步 向另一边跑去 他再次转过身 从开着的病房门 看到里面 太好了 太好了 就说嘛 小齐大夫一定会没事的 就是就是 这都快一年了 终于有消息了 咱们这就回去 给镇上的人说 奶的庙香火就是你 回去得杀猪还原了 跟进来的三个乡下人 激动地说 门外的年轻人 忍不住吐口气 脸上的神情 亦是激动 有人在后猛地 拍上他的肩头 年轻人吓了一跳 吴建峰 你干什么呢 吴建峰看着眼前的女人 松了口气 崔秀 你吓我一跳 你才吓我一跳呢 哼 崔秀说着 哼了声 越过他 看向病房的门 干嘛 拿病历 拿到前女友这里了 脚步声 从楼道里传来 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真的 真的有反应了 那太好了 黄英带着三四个大夫 急步而来 看到门口站着的两人 都微微愣了下 吴建峰低头 对大家略意点头 这些都是前辈 老康 病房里传出 祈福的喊声 大家便不再停留 几步进去了 很快 屋子里传出 高兴的欢呼声 鼓掌声和祝福声 哎哟 不会吧 醒了 崔秀很惊讶 要向内走去看 吴建峰伸手拉住他 走吧 人这么多 别停了 哎 谁又来这里的呀 崔秀瞪着眼 看了眼病房里 甩手追上 大步走了的男人 哎 不过那女人 真是醒了呀 真是明白 病房的窗帘 刷啦拉开 晨光立刻洒进来 要开窗吗 黄鹰回头说道 看着病床上的祁月 昨天下雪了 有点冷呢 穿着病号服的祁月 坐在床上 点了点头 开吧 哪有那么娇气 他笑道 黄鹰拉开半扇窗户 初冬清晨的风 清冷的卷进来 黄鹰抱着胳膊 站在窗边 看着雾蒙蒙的一片 真是 跟你出事的那天 一样的天气 睡了整整一年 可真有你的 他扭头跟祁月说 祁月也笑了 一年啊 怎么 哪里不舒服吗 我去叫你父亲 黄鹰忙说 看着他神情 微微蒸蒸 祁月忙笑着摇头 没事没事 就是呢 睡太多了 脑子还有些浆祸 不叫就不叫 你父亲最近有忙 黄鹰扑斥笑了 说着一面 倒了杯水递过来 治好了 你这个被宣布 为植物人的人 可是又名声大噪了 门诊号都排满了 祁月笑着 接过水杯 不锈钢的 橘黄色的 上面画了一只小猫 它在手里 不由转着看 不是那种细腻的 瓷茶杯 而水杯里的水 也不是清亮的茶水 怎么了 烫吗 黄鹰有些不解 祁月笑着摇头 慢慢地 逼到嘴边喝了口 纯净水特有的那种味道 它放下来 外边下雪了吗 哦 要看看吗 外边 会是什么样 祁月一瞬间地迟疑 她的视线 环视屋内 很简单很简单的病房 跟所有的医院一样 白色的主调 钢筋水泥硬朗的结构 饮水机 电视机 空调 祁月 黄鹰的喊声 让祁月回过神 你干嘛 怎么 不认得这里了 黄鹰伸手 指着室内 虽然你以前没住过 但也不陌生吧 天天都来的 祁月笑了笑 来 黄鹰伸手 祁月下床 扶了下她的胳膊 这是八楼的病房 从窗户一眼望去 首先是灰蒙蒙的天 祁月的脚步迟疑一下 行吧 能不能走 头晕的话就等等 黄鹰说道 祁月说了声能 然后抬起头 谢绝黄鹰的搀扶 一步一步地走向窗边 伸手扶住窗台 清冷的空气直扑过来 她深吸一口气 睁开眼 高楼林立 鸡血片片 马路上车流如龙